上边是个天才 他的用兵胆识过人 而且可以说的像神级百变 他的技力也特别强 捕捉战场上各种烧动即逝的信息 他这个能力特别强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说法说白崇席 天生诸葛 有人给他起外号 小诸葛 白狐狸 还有管他叫当代张良 甚至白崇席的对手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期间 白崇席立过大功 跟日本军队对抗 日本人都管白崇席叫战神 就说他能打仗会打仗 善于带兵 就是国内军事界达成的故事 就是白崇席会打仗 厉害 可是一个人如果一方面优点突出 那么他另一方面可能缺点也同样 白崇席的毛病是什么 自视过高 觉得自己才智过人 有点瞧不起人 因此在政治上他不够成熟 看人看的也不太准 所以往往在重大的政治选择的机会面前 白崇席往往选择的不是那么得到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说了白崇席富有传奇色彩 但是结局却并不怎么美料了一生 白崇席呢 是1893年生人和毛主席同岁 白崇席呢 出生在广西桂林下面一个乡村 他是个回民 在白崇席小的时候呢 学习很刻苦用功 后来他考到了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 在学校的时候呢 他的成绩非常优秀 1916年呢 他23岁的时候 白崇席毕业 毕业就回到了老家 往西 很快在老家的军队里就站出了名字 经过八年时间 白崇席31岁的时候 迎来他人生的第一个战空期 他和李宗仁合作 把旧桂系军阀给打了稀罗哗啦 两个人当时呢 成为新桂系军阀的两大巨头 而他们在把广西这个地面平定之后呢 迅速的呢 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结合 自愿改变 把自己军队改变成叫国民革命第七军 到1926年北伐的时候呢 蒋介石呢 一看这个桂系军阀实力了得 蒋介石极力邀请白崇席 出任更高的职务 什么的国民革命军副总参部长 代理总参部长 这是当时白崇席出任的第一个 所谓的高层职务 结果白崇席争气 真有两把刷了 在北伐最关键的一役 龙台战役当中 他把孙川芳 就军阀 孙川芳的部队打个稀罗哗啦 这是北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所以像白崇席 这样厉害的 这样将领 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放官的 就用尽各种办法拉拢白崇席 你说那给高官后路啊 给钱呢 这些都俗套 往往这个大任务 最关键是给面子 你让他心里满足 蒋介石在这方面呢 也下了功语 你比方说这个抗日战争期间 这战事很紧张 白崇席呢 在广西会县呢 给个老母县 过了一个九十大寿 当时芳芳麦麦名人来了不少 像美国驻华总司令史立威将军 还有何英卿来 何英卿来干嘛呢 这个何英卿跟这个白崇席两个人关系历来不太好 何英卿是代表蒋介石来的 从重庆呢 带过来十二扇平坟 上面写满了祝寿的文章 这样白崇席他老母亲坐在中间 这中堂这两边摆上平坟 人一看蒋介石给送了 给足了白崇席 所以你看蒋介石对白崇席 有人说是真不错 但是这个不错 背后有很多互相利益 其实他跟白崇席之间 是既拉了他 又压制 你最典型的 当时北伐战争结束之后 这不这个时候贵系立了大功了吗 整个连广和湖北都成了贵系的地盘了 蒋介石一看心里不舒服了 这影响到他的统治地位 所以在1929年年初的时候 蒋介石就召开了个边遣会议 什么叫边遣 就是遣散 就说北伐战争胜利了 咱们养这么多军队干嘛呀 咱应该裁军 其实明矮人一看就看出来 赢着说裁军 其实是削帆 就让你李宗仁白崇席这贵系势力得到削弱 该遣散遣散 那个时候这种用心 李宗仁一眼就看出来 白崇席当时就觉得呢 也不至于蒋介石就这么坏 他提出个办法来 说这个这样吧 我带着军队到新疆 屯田树边去 效法当年左宗棠 收服伊犁时候治理新疆 把部队站着 一方面巩固边防 另一方面白崇席说 我都跑那么老远了 你还能担心我们干啥 就解除你老蒋的疑心 可是蒋介石当时不干 就觉得这贵系心火大坏 你非过滚蛋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1929年3月爆发了蒋介石 打起来了 蒋介石事先准备的很充分 李宗仁白崇席吃了败带 眼儿一看去吧 这都通缉我们了 咱别在国内待着 出去吧 当时白崇席先跑到香港 后来又跑到越南 在越南待两三个月 白崇席心里不甘心 说就这么去就撤出来了 这些年我这功名利禄熬到手了 他想我不能这么甘心 就从越南偷偷又回到广西 1929年6月份他又回到广西 很快招呼 这个贵系这些人呢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 他领头的回来了 又聚集到白崇席周边 白崇席就在广西这块 搞了一个两广联盟 对抗蒋介石 蒋介石当时也想派兵去脚上 可是贵系这个战斗力 非必寻常 他一旦重新凝聚到一块 很难再打败他 当时就说固西的战斗力一点不比国民党所谓的不大主力 所以老蒋当时一看 一个是打内战 这个舆论压力特别大 第二个呢 与其与你为敌消耗着 我不如再接着用 就这么又重新把白崇席 拉到国民党的这个权力机关的内核 让他重新掌握一定的部队的掌控权 这段时间表面上看 白崇席李动仁跟蒋介石处于一种和平状态 因为这个时候日本人打过来 在这种空前的对外压力之下 他们必须得展示结合到一块 而且白崇席李动仁确实有值得讲的是利用的地方 我们说这1937年12月 日本占了南京 南京大头上 然后当时呢 日本的两个师团 我们说在1938年的时候 一个叫袁师团 就是百战征士郎师团 另一个鸡骨师团 这两大师团呢 决心要打通军浦县 争取三个月以内灭亡中国 可是呢 南来北往这一块 徐州是最关键一个点 兵家必争之地 这个地方要丢了 那国民党当时在 这个整个南方的这块势力 就会受到很大威胁 所以国民党呢 调集了60万军队 集结在徐州一带 搞徐州会战 日本这个袁师团和鸡骨师团呢 咱们有的朋友看那个 陈宝国演那个政者无敌里边 会有那川军将领跟这俩师团打仗 这俩师团很厉害 他们这个气势汹汹地扑过来 就要把陈宇庄一带攻陷 然后打通军部铁路 迅速的日本军队能够往开 所以这个时候 蒋介石倚重李东仁和白崇喜 一定要守住这一块 结果呢 双方大战了一场 把日本国人打开了 这就历史上著名的 陈宇庄大军 李东仁当时是 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 白崇喜是最主要的军事将领 所以这一战呢 也使白崇喜声望越来越高 小诸葛小诸葛这名字 就是当时广泛叫开的 那么白崇喜和李中仁立了功了 但蒋介石心里一样不熟 为啥功高震主 所以这一段时间呢 因为有外战 他们之间的没有爆发太大的矛盾 但后来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个贵系在国民党里边 势力越来越大 蒋介石 你总想压制贵系 所以双方之间的矛盾 特别特别大 到了这个第三次国内战争的时候 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仗的时候 我们知道辽审战役结束之后呢 淮海战役开战了 这个时候呢 国民党也认为呢 汉口徐州一带这个不容有失 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呢 这不所谓的首都在南京吗 如果这个淮海这一带战役失败了 那等于共产党军队直接威胁到 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南京 所以当时蒋介石提出来呢 汉口徐州一带的淮海会战 不容有失 让白崇喜过来指挥 没想到这时候白崇喜坚决不敢 可这活谁愿接谁去 为啥呢 白崇喜这时候有酸 他说你让我过来 我带着贵系兄弟来打仗 玩命拼掉的都是我的实力 你国民党的 你讲系的这些军队 不会在这个战场上 在我指挥下真正作战 共军一来了 你就跑 让我的部队去送死去 而且你们都是讲系 我直接指挥 怎么指挥 所以白崇喜放弃 我不指挥 他不仅不指挥 后来我们再看到黄葡萄兵团 在这个淮海战役这边被围攻的时候 处在安徽的刘志 当时想出兵 直接进攻 然后内外夹击当时刘登大军 可这时候呢 白崇喜呢 跪系不对 按兵不动 我也不管你 你还怎么立怎么立 所以淮海战役呢 本来在历史上来看的 毛泽东当时都说 淮海战役的结果有两个人没想到 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 就当时共产党的部队对于辽审战役 吃掉国民党军队呢 是有把握的 但是淮海战役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没有想到最后打了这么大个胜仗 这个胜仗 除了我军英勇作战 老百姓极力支持 还有第三个重要原因 是国民党内部的争斗 就白崇喜 他的跪系跟蒋系军队不合 所以才会使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 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当时淮海战役打完了 美国人过来考察 这战役怎么打的 国民党怎么能败的这么惨 最后发现了这几个症结了 就是一个共产党军队作战能力强 再一个当地老百姓民气相配 支持共产党军队 再第三个就国民党内部 争斗的太厉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这是蒋介石认为得除掉白城西 他没利用价值了 这是怎么个经过呢 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 对身处台湾的白城西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打击 白城西在蒋介石眼里失去了利用价值 生命受到威胁 那白城西此后都经历了哪些危机 他的死又与蒋介石有何关系 六五年李宗仁回到大陆了 据说这个时候 白城西身边的人就被安插上了蒋介石的一些亲信 有一个副官姓杨 他就成了卧底 当时他就策划如何暗杀白城西 有人说蒋介石呢 在台湾说一般还用这个吗 把他弄死不就完 那不是 你这对于国民党老臣立过大功的人物 你说弄死就给弄死 那这传出去的蒋介石连往哪儿搁 那不得骂死他 所以当时蒋介石呢 有人推测 他想要暗杀白城西 这杨护官就执行这个 等等等到个机会 因为这暗杀 如果蒋介石又开枪又什么的 那人肯定想 谁具备这么大的能力 还得往这个掌握政权的人 往蒋介石他们身上想 所以他这个暗杀得策划特别周密 这是个技术活 等等这机会来了 有这么一天 这白重喜军人出身 闲不住啊 就要到这个台湾花莲县山上去打猎 这个时候这杨护官 周密的策划了一次暗杀 就是上这个山呢 有那么一个轨道车 呼啰啰啰啰这种轨道车 当时这个杨护官就判断 以这个白重喜 白重喜那时候都70多了 他1893年生人 这时候66年的事 你算了 70多岁了 说这个岁数 他要是上山的话 下山的话 不可能走上去 没力气了 一定坐这个轨道车 所以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我在这轨道车上做文章 他这轨道车经过一个桥 眼看着他们就上山了 好 他就把桥下边啊 支撑桥墩那个铁轨的螺丝都松开 就是再有中午往上一过 啪啪一压 这桥就塌了 铁轨都掉下来 这车就得掉到山间里了 那肯定摔成肉表 就这么着 他们把这些扣做好了 躲到树林里等着 等到下午 太阳落山的时候 这轨道轰隆隆 声都过来了 两台车 前一轨